耶稣亚跟迦勒 因着顺服上帝命令的信心 可以进入所应许之地 信心是进入安息的条件 信心的意思是靠上帝也不是依靠自己 信心是将自己完全交通给上帝 让他来负责我们一切的责任 信心是尊重上帝过于一切 信心就是上帝怎么说 或就怎么做 不必有理由也没有条件 上帝看重我们的信心 所以他非常乐意地向凡有信心的人 打开恩典之门 只有透过信心的眼睛 信心我们才能够超越返境的困难 叫我们看见上帝掌管万有的旨意 上帝顾色天上的星辰 海中的大雨在上帝的手中 路上的无论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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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沿 也都在上帝的管理当中 即使是最小的冠状病毒 也都在上帝的掌握当中 宇宙万有都在上帝的手中 都在为爱上帝的人效力 通常说八章二十八成 上帝如果使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得到益处 我们只管凭着信心 来领受上帝所要完成的旨意 就可以在祂里面得享安息 第三个 除掉是心 犯成若心 第七节 你们既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印着心 这一节是引用诗篇九十五篇的第八节 说你们不可印着心下 当日在禀一八就是在旷野的马上 这个背景是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 就是以色列人来到了利菲地 杀银 因为没有水喝他们救 又埋怨摩西 给我们水喝吧 你为什么把他们领出埃及 要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恋和我们的生猪中渴死吗 摩西就呼求上帝 我向这百姓当怎么行呢 他们几乎用石头要打死我 上帝就跟入摩西 用手中的杖金打磐石 从磐石被有水流出来是百姓可以喝 摩西就给那个地方请教马上 马上的意思是 是他的意思 又叫米利巴 意思是争闹 圣经说以色列人 因以色列人争闹 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 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第二次为了水的问题 来发愿言 距离第一次没有水喝的时间 大概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前 他们在马拉的地方 同样不能喝水 因为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 因为水苦 所以给他请教马拉 马拉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 他们不能喝水没有水喝 因为水是苦的 摩西就呼求上帝 上帝就吩咐摩西 把一棵树丢在水里 水里就变甜了 经过了三个月 他们还是一样的发愿言 他们很快就忘记上一次上帝所行的恩典 同样遇到没有水喝的问题 他们就要说 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了 这是一个很挑战性的问题 他们不是问说到底有没有上帝啊 因为他们知道有上帝 而且他们也经历了上帝的大能 他们问到底有没有上帝在我们中间 表明要果认上帝 要离弃上帝 这是直接对上帝的挑战 大卫把这种态度形容为印着心 是看上帝彼此分争也是基督徒的旅程会遇到的两个问题啊 我们要恳求上帝保守我们远离刚硬的心 求上帝给我们新的心 求上帝给我们新的心 只有肉心 只有肉心能够回应神的话语 只有肉心能够体内上帝的心意 只有肉心能够顺服上帝的命令 所以我们要除掉实心换成肉心 几十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失去的地平线》 这是根据1933年英国一部小说所拍的电影 片中描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位英国外交官在一切的执行任务当中 危机失事 墜毁在几千英字高的雪山 就是在西藏 最后只有四个人获救 被带入西藏高原一个称为香格里达的地方 这地方四面晚上山外是暴风雪阳 但是在山里面却是四季如春 鸟云发乡 居里各个常生不劳 远离战乱 没有统计 过着快乐无忧无虑的生活 因为他们预期世界终究会毁于战争 或者是天灾 当世界毁灭之后 当世界毁灭之后 他们是保留人类移层的地方 所以新的人类就从这个香格里达 重新团移 在婚姻到处流传的时刻 我们真希望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病毒清洗的香格里达 实际上并没有这种地方 正如一首诗歌说 世上没有一处是安居之首 都是叫人惧怕危情难过 世上没有一处是安居之首 只有仰望救主耶稣 只有仰望救主耶稣 我们能够度过 新古来书11章告诉我们 说我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可以有回去的机会 但是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是在天上 地上 没有一处是安居之首 我们永远的家乡是在天上 在地上是过客 是暂时居住 是助长的 我们永远的家乡 不是在地上的香格里达 或者是桃渊民的桃花园 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耶稣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里面有苦难 让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在这个病毒清洗的时刻 每个人心里有恐惧 有压力 不晓得什么时候学校会关门 不晓得什么时候到一个市场 不知不觉染上病毒 没有人知道 我们需要真正的平安 是从耶稣基督来的 我们有透过信心 我们能够进入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安息 一起低头祷告 祝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在这主日 我们愿意来到祢的圣殿请拜祢 祝阿祢神力保咒 在我们当中 祝阿祢可以应许我们的身体 祢是祢圣灵的殿 我们相信祢会保守护洗这殿 因为祢与我们同在 我们心中就有平安 无论我们在家里 在工作场所 在教会里 我们都有祢同在的平安 是世人从不能够夺走的 我们特别为那有可能 像病毒 以及第一线 为病毒来做努力的 来医治的 求主祢是祢的同在 也为在上知证掌权责 为医学的这些专家们 我们来养荒 给他们有精智智慧 也给他们聪明 让他们有效来控制 来管理 也让这个药 能够医治的药 产生抗疫的疫苗 能够快快地来量产 我们也求祢 让不论是供应 这些药毒抗疫的 这些用品的厂商 以及店家 跟民众 能够一同地 来抵抗这个疫情 会造成社区的干扰 求主神去听我们的祷告 共靠耶稣基督的神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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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